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高效拉拉队长 却掌握着数以百万人的性命 本期继续讲述英雄的故事 上一期里我们说到 菜鸡拦住舍命一搏 跟杀人魔塞拉一起坠下高楼 却无意间复制了克莱尔不死之身的能力 逃过了一劫 而重伤的塞拉竟然早早的 就被老班的神秘组织所捕获 故事就此结束了吗 拥有核爆能力的和能哥在逃亡 似乎一切都朝着预言中 纽约上空发生核爆的结局发展 这群超能力者究竟能否阻止这场灾难 我们继续来看故事 阿宽回到了六个月以前的时空 此时苏博士的父亲老苏还没有被杀 刚到美国大女儿因基因变异早逝 这也是他展开基因进化研究的原因 首先去拜访塞拉 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钟表将 听一听表就知道问题在哪 听起来很厉害 老苏也是看门前山 你有可能是潜在的超能力者 如果感兴趣我们就一起做个实验 塞拉当然是满口答应 他老爸就是钟表将 所以他也是 但是他的内心不甘心 我果然不可能这么频繁 立马跑去做检查 可是测来测去 你那点东西好像就是修表修多了的经验而已 超能力根本谈不上 听到这个结果 塞拉情绪直接崩了 他外表看似老实 内心其实是极其的偏执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跟老苏吵了起来 愤怒的抄起桌子上的超能力名单 撕下一张 摔门而去 不甘心的回到家 按照名单一一去找 皇城自己在做研究 把一个具有念力的超能力者骗到住所 就在他展现能力的时候 塞拉突然想到 自己能不能窥探大佬的运作规律 来获取超能力呢 所谓恶向胆边身 抄起石鹰将其砸死 抛开脑袋 仔细研究起来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他就彻底掌握了念力 对获得超凡的人生 塞拉变得无比的狂热 转而想吃掉更多超能力者的脑袋 获取力量 而老苏就是不肯交出名单 所以才惨遭杀害 另一边的阿宽 兜兜转转了一圈 本以为自己能够救下查理 让阿知道 妹子坦言 其实他有脑牛 就算将来不发生意外 也活不了多久 阿宽这才知道 自己在做无用功 还来不及向他告别 意外的穿越回了正常的时空 跟好基友安藤 在德克萨斯的餐厅碰遍 这个时候 离塞拉和男主一起掉下楼被捕 才刚过几个小时 另一边的老班回到家 把所有秘密 向养女克莱尔坦白了 只有隐瞒他超能力者的身份 才能保护他的安全 紧接着又跑去审问塞拉 这个疯子已经杀了不少人 将几种超能力急于一身 要不是手下的海地人 能够抑制他的能力 恐怕没人能控得住他 塞拉现在虽然厉害 但终究会死 如果加上克莱尔不死之身的能力 那才是真正的无敌 为了保护女儿 老班起了杀心 但是他的上级 非要搞活人研究 没法碰他 这边的男主 正在接受大胖 跟FBI女探员的审讯 不知不觉 又复制了对方的心灵感应能力 两个大男人相互读心 再读上两天 你们估计得相互爱上 大胖和女探员 也得到了克莱尔的信息 立马转头去调查 老班是一顿安排 海地人埋伏在门外 让克莱尔装傻充愣 大胖超能力直接失灵 无法读心 就这么呼伦过去了 但是他也看得出来 这妇女俩明显有鬼 于是跟女探员暗中跟踪 正好撞到了老班 跟海地人碰面 两人对话中 反复刀链着塞拉这个名字 看来这个人落到他们手里了 赶紧带队去查 可搜了一圈 什么也没有发现 男主被哥哥保释 刚走出警局 突然昏迷倒地 陷入了梦境 没想到 引发纽约核报的人 竟然是他自己 但是男主顶死 只可以依靠画画来预言 做梦预言的能力 根本就不可能有 难道说 他无意间 还碰到过其他 隐藏的超能力者 另一边 画家埃塞克 在老班的手下 短发妹的心灵暗示下 能够不靠 吸乱七八糟的 违禁品 就可以做画了 也预见了 男主引发 纽约核报的未来 埃塞克 先跟阿宽 安藤碰遍 商量着下一步 该怎么走 三人一合计啊 要不你还是继续画画吧 起码让我们知道 未来会发生些什么 也好提前做准备 也行啊 埃塞克立马提笔 一挥而就 然而画里的未来 却更加的离奇 竟然是阿宽 持剑屠龙的场景 突然想起来 男主之前也说过 未来的阿宽 背着一把剑 自从上次穿越后呢 他的能力是日渐消散 看来非得拿到这把剑 才行 翻面所有资料 这把剑来头不小 竟然是日本著名的 剑术家 公本五藏的配件 相传 他也是超轮力者 依靠这柄圣剑 来调控自己的力量 这个东西 正好在纽约博物馆展览 立马赶过去 利用暂停时间的能力 想把剑偷走 然而 随着力量的衰弱 他只能稍需减缓时间的流逝 而无法像以前一样定格时间 这样也行吧 匆忙把圣剑摸走 出来一看 傻了眼 这竟然是一把复制品 真品在神秘大老板 林达曼手里 赶紧回去跟画家商量 正好黑姐和蓝主的哥哥泪森 过来询问纽约核报的事 一聊才知道 林达曼是黑姐的大客户 正好引进阿宽和安腾过去见他 两人立即出发 半道却被一伙不明来路的人 给劫持了 下车一看 没想到 来人竟然是阿宽的父亲 二话不说 就要把儿子逮回去 积成几百亿的家产 阿宽誓死不从 非要拯救世界 你要是逼我 我就回去乱搞 把公司弄破产为止 父亲无赖 只能随他去了 另一边的老班 为了保护女儿 让海地人 把所有知情者的记忆 给抹除 他一一照办 但是却接到某个神秘上级的命令 唯独保留了克莱尔的记忆 克莱尔呢 现在不太相信老班了 向海地人打听真正的亲生父母 这才知道 他的真正母亲 在14年前的一场爆炸中丧生 回去一查 还真有这条新闻 上面还说 当时一岁的女儿 也死于这场爆炸 那不说的就是自己吗 难道新闻有误 母亲还活着 回去翻了翻当地的通讯录 拨通了所有同性式的电话 试了几十次 竟然真的找到了 这边拦主 反反复复做着自爆的梦 为了阻止灾难的发生 醒来后立马订机票去沙漠 半道遇到一个古怪的大胡子 他是梦中出现过的人 是一个会隐形的超能力者 大胡子的超能力发挥得极其稳定 能够随意使用 据说他训练过不少的超能力者 堪称导师级人物 拦主正愁 无法自由控制能力 就想拜师学点经验 大胡子像是躲着什么一样 成天隐形 刚开始还不太乐意 经不住死缠烂打 勉强同意了 他训练的方法非常的粗暴 直接从楼上推拦主下去 或者是拿棍子毒打 把你逼急了 超能力自然就出来了 就这么学了一段日子 总算摸到点眉目 他的超能力 就是强大的复制能力 你有什么 我能复制什么 所以我说 俞某和郭某 应该也是有超能力的 我就问你们信不信 反正就是碰到谁 就能复制谁的超能力 只不过无法熟练英勇 远在印度的苏博士呢 为了保护其他超能力者 同时给父亲报仇 再次赶回纽约 刚歇一口气 就接到了短发妹的电话 虽然他奉命监视他们父子俩 但是对老苏非常尊敬 跟苏博士在一起呢 多少爷爷就喜欢他了 想利用催眠能力干掉塞拉 为了不让他复制自己的能力 短发妹直接开枪 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这事被老班知道的 那还得了 既然你塞拉还有力气杀人 立马通知手下研究员 只要整不死 就往死里整 结果没两天 接到通知 不小心弄死了 等老班赶到 映入眼帘的 却是研究人员的尸体 原来塞拉靠假死反杀 放倒了老班 立刻伪装成工作人员 去找克莱尔 正巧家里只有老班的妻子在家 也就是克莱尔的养母 准备行凶 老班带着海地人杀到 塞拉不是对手 掉头就跑 随后消除了妻子的记忆 清理现场 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与此同时 克莱尔正在另一边 跟生母见面 她当面展现了自己的再生能力 没想到母亲也非常人 能够自由的控制火焰 那就不用说了 当初什么火灾 八成也伤不到你的 总之母女俩 算是确定的血缘关系 那么她的身父是谁呢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拦住的哥哥雷森 当年他们有过一段婚外情 克莱尔的亲生母亲 开口就要十万美元的封口费 雷森竞选一元 要是报了家丑 那不就黄了吗 只能答应 另一边 老黑带着儿子跑路 走到一半 被老婆的第二人格 暴力姐给逮住 两口子从公路打到郊外 不小心把儿子给伤到了 主人格温柔姐瞬间苏醒 为了不牵恋老公孩子 直接向警方自首 把自己关起来 以免为祸四方 老婆进了监狱 老黑也其实不好受 又找不到工作 又付起房租 生活无比穷困 这一切儿子看在眼里 这天上学的时候 找到一台ATM机 一顿操作 机器疯狂吐出钞票 想不到 他也是个超伦力者 能够跟电子啊 机械啊 对话 回去把钱塞给了父亲 当爹的直接傻了眼 没多久 在大老板琳达曼的运作下 检方撤销了 对金发姐的指控 平安无事的出狱 一家三口得以团聚 然而 父子俩还不知道 作为第二人格的暴力姐 已经彻底的掌控了身体 这是林达曼跟她的交易 你把脑梁弄出监狱 我就给你当杀手 另一边 自从上次搜查老板无骨 大胖担了全责 被停职在家 为了糊口 接了一个私人保镖的活 客户恰好是暴力姐 要刺杀的目标 这哥们曾是林达曼的手下 起了二心 私吞了钱 想跑路 一开始 客户对大胖的能力 是不信任 就你这一身脂肪 怕是跑得比我还慢吧 但是 人家靠心灵感应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了解的是疫情而出 甚至刚刚赶到的 暴力姐的杀人方案 也了然于胸 赶紧拉着客户从楼梯开溜 双方你追我赶 大胖能够独心 本来是占据优势的 但是没有想到 金发姐两个人格的拉扯 也听得清清楚楚 误以为对方有帮手 结果被暴力姐 出其不意的扔出了窗外 好在摔在了广告牌上 捡回了条命 有惊无险的爬上来 客户已经挂了 苏博士这边 根据父亲研究名单上的信息 一个个打电话 通知这些超能力者 要他们提防一个 叫塞拉的杀人魔 别人都当他是神经病 理都不想理 只有一个能融化固体的 小老弟相信了 双方约好时间见面 哪料到塞拉 杰足先登 干掉小老弟 夺取了能力 又伪装成他 跟苏博士碰面 为了套取更多超能力者的信息 假意要陪他一起去找 你看我 我也有超能力 我能向其他人证明 确有其事 也方便拉近乎 是不是 苏博士想了一想 而且从未见过塞拉 毫无怀疑的就答应了 两人前往下一个对象 这次是一个拥有顺风耳的老嫂子 几英里外 一根针落到地上的声音 都听得清清楚楚 夜里 塞拉悄悄过来 杀害了老嫂子 夺取了他的能力 隔天苏博士准备过来 再次聊一聊 没想到老嫂子 已经被开了脑袋 脑浆被人吃了 手法毫无疑问 是塞拉 但想不明白 这是怎么找到这的 而且自己在研究 超能力的事情 说不清楚 赶紧报警就离开了 阿宽两人 终于赶到了拉斯维加斯 准备跟琳达曼碰面 结果安藤被赌场的一个 金发长腿女郎给诱惑了 卷入了一场阴谋 在激烈的枪战中不幸负伤 而这个女郎啊 也不是省油的灯 只是利用安藤而已 而安藤就是耗这一口 实不相瞒 金发姐最早黄波的时候 打赏最多的榜一就是安藤了 就在女郎要杀人灭口的关键时刻 阿宽再度发动能力 眼看迟迟拉不到圣剑 阿宽的能力不断衰弱 为了不让好朋友遇险 阿宽决定独自上路 继续去拯救世界 此时开来的大巴斯基 竟然是一个十分眼熟的老头 另一边的画家艾瑟克 一直在追查兰主的下落 隐约画出了他在某个大厦 楼顶练习隐身的场景 就把这个事儿给老班说了 老班立马警觉起来 这个娇兰子隐形的大胡子 是个老熟人呢 也曾是他们追捕的目标 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没想到还活着 赶紧带着海地人去捉拦 大厦的楼顶 大胡子正在指导训练 突然两气冷枪射来 应声倒地 还好拦主反应的快 用炼力挡住了麻醉弹 然后抱着大胡子腾空而起 好不容易逃到安全的地方 大胡子反手就是一拳 是不是你把他们引过来的 他东躲西藏了这么多连 就是为了逃避组织的追捕 拦主都懵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大胡子立马反应过来 你不是有一个 预知未来的画家朋友吗 估计就是他了 没功夫陪你玩了 我得逃命了 直接隐身就跑了 这训练还没到位 还不熟练呢 拦主的能力 还是个半瓢水 这边的老班 突然接到克莱尔的电话 老班的妻子 大佬遇伤 昏迷入院了 匆匆过去探望 克莱尔心里庆熟得很 要不是老班 频繁地给养母洗脑 他也不会入院 忍无可忍 就直接摊牌了 海地人 根本就没有抹出他的记忆 你的所自所为 我都知道 老班的一番苦心 都是为了确保 克莱尔不被组织发现 有苦难言 又不能一无一时地告诉他 傅里俩的矛盾 是越来越尖锐 拦主找到艾萨克 愤怒地质问他 为什么要当二无仔 其实说到底 人家也是为了前女友 黑姐西蒙尼 两个人分手后呢 黑姐情不自禁地 跟拦主干财烈火了一把 但是又没确立关系 后来跟艾萨克 又有那么一丝 就情复燃的意思 三个人的三角关系 有些说不清楚 很乱 所以两个情敌 见面越弹越崩 大打出手 拦主虽然能力是个半瓢水 但毕竟有作用 而艾萨克只会画画 慌乱中拔枪乱射 正好击中前来探望的黑姐 没想到突然酿成惨剧 两人赶紧停手 沉默无言 这边的阿宽告别安藤 独自去见林大曼 能不能如愿地拿到 公本五脏的圣剑呢 这个一直藏身于幕后的大老板 似乎什么事情 都跟他有着说不清 道不明的联系 他究竟有着什么阴谋 老板所在的神秘组织 十几年来不断追捕超能力者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上一辈的超能力者纷纷露面 而他们跟主角们 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血缘关系 那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否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带着这么多疑问 只能听下回分解了 以上就是英雄第一季 9到16集的内容 我是二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他 然后带走我